什么来的?女生啊?洗肾的 对,因为他们已经被误导说肾坏了,完全不能够吃豆 所以这些人一直洗,他一洗完之后 他的身体的全部的血红素、营养全部已经跌到很厉害的 所以这些人最后他都是饿死了 说不不吵的,除非改天我学到会画糊啦 我会画两张给他 我家的钻石,他的妈妈 在14年前,洗肾 然后呢,还第二年的时候呢 心这样三条就阻塞了 所以那个时候是很crisis的 很critical的 而且很多的医生都说 他要活过来的机会是很难很难的 然后呢,我曾经陪过我钻石去陪他妈妈洗肾 在他旁边,因为洗肾他们都是固定的位置 那旁边一定那个时间都是几个朋友的 一个是35岁,一个是40岁 最后呢,我的钻石的妈妈因为有吃安利的营养品 OK 洗了14年过后才往生 但是那些40岁 35岁跟40岁的洗5年全部都走了 所以你说营养跟没有营养有没有差别 听到没有 这就是要靠你自己对这个产品的信心 要收集更多这样子的见证 OK 然后那个时候他在ICU的时候 他做完那个bypass啊 不会醒来啊 听到没有 又不能够吃东西 心一生觉得很危险 所以我的钻石都是营养 中中中中中中 放营养这样一杯小小杯弄弄的 就这样一直给他灌给他灌给他灌 最后才有的出院 这是我 这是站在消费者立场讲的给你听啦 听到没有 我们去古林 有一个就要上钻石的组织 那个uncle69岁 哥妈在医院的时候 医生也是跟他讲 他的孩子叫他去准备了啦 听到没有 真的是医生介绍他阿弥陀经啦 听到没有 但是孩子不肯放弃 不相信 营养中中中中中全部放 然后呢就这样子滴下去 因为他们透厚了 最后一个礼拜 这uncle醒来 今天92岁了 那天我讲营养上台见证 千真万千 所以各位朋友 为什么呢 因为他吃营养 他能够补精补气 补神 我们的身体 如果一没有这个精气神 精气神从哪来 从五股杂粮 但是呢 这个人在生病的时候 是不能够消化 我们就要给他 能够直接吸收的 精华营养素 就是我们的营养 就这么简单 如果那个是你自己的家人 你觉得你救还是不救 就这么简单 我一定救的 我不知道你们了 你们还要等医生 我就不知道了 听到没有 那很多人讲 没有人会负责 难道真的死在医院 有谁会负责吗 那个是谁啊 你的家人 你自己的家人 听到没有 明白吗 所以就好像早在几年前 有两个中文证的 他们去服务那个兵役 中文证 两个 一个就是一直很相信 相信所谓专家 另外一个已经是很六神无主了 它是我的钻石的亲戚 所以一送去 我钻石就打开营养 一个六神无主的相信吃 那个就要等专家判断 最后呢 那个吃营养的活下来 那个没有吃营养的走了 十八岁 很多啦 十多年你慢慢去听 很多这种故事啦 听到没有 从来没有看过一个人 因为吃MMA的营养死掉的 各位朋友 你千万不要去听这件事长讲的 如果那是千真万切的 各位朋友 这个人发达了 MMA公司一定赔他的 如果他有证据 听到没有 如果那是真的吃MMA的营养 有问题 医生要不要跟他一起 合作 对不对 马上合作 因为医生也有的 claim 听到没有 对不对 不然你今天你去看 你有医药卡跟没有医药卡进医院的待遇 看怎样 你自己去看啊 我那天有一个下线出马 听到没有 他也很紧张 他就去一间所谓很大间的医院 然后呢 那个下线看过去是没有什么钱的 坐那边等两个小时没有能理他 听到吗 最后呢 他拿他的医药卡出来的时候 登 哇马上有轮椅坐 听到没有 马上有人service 两天 只是冲吗掉点滴 你知道花多少钱吗 六千 我们没有怀疑他们的专业 只是我们更没有怀疑他的医素 我们怀疑他的医道跟医